近日在湖北黄岗师范学院 台湾博士之家伴随鸟鸟针音 台湾教师许怀之带领学生以吟唱方式 排演北宋文豪苏氏的词作 补算子 黄州定会愿意居作 许怀之表示 吟唱不仅能体现诗词韵律之美 还能品味诗人感情和意境 诗词曲它是音乐文学 我用引诵的方式给学生多一点的面向 让他们对诗词曲的认识可以更加的立体 现年39岁的许怀之来自台北 从小便对诗词吟唱情有独钟 参加工作后 他在台湾多所大学兼课 教授古典诗词鉴赏写作等课程 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双西昆曲清唱雅籍 及亭云诗社指导老师 2019年 许怀之面对黄刚师范学院伸出的橄榄枝 他欣然应望 台湾尤其是我们中文专业的相应的学生 都对苏东坡不同程度的崇拜和尊崇 能够来到黄州 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来到湖北黄刚 是我个人学术理想的一个实践的地方 所以我非常的愿意来到这里 除了教授那个古代文学 那其中包含诗词音 音唱的这部分 徐怀之入职后 学院支持他成立音唱组 如何将音唱组打造出特色 徐怀之决定从苏氏诗词入手 集合两岸诗声力量 编排不一样的音唱调 徐老师在教我们的时候 就会跟我们讲 那个这首词的来历 当时诗人的心路历程 就用唱的方式更好地表达感情 吟诵会让我们感受到古诗词的那种情感 也能表达出来 它有评赏诗入这种情感融入进去 还有和音乐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美 至今 徐怀之完成多首苏氏诗词的音唱编排 比如邀请台湾友人 用卫士乐谱编枪的 水龙营赐运张智夫杨花瓷 融入台湾天籁营社 迎送诗调的红梅三首等 他带着这些作品参加两岸交流展演 把作品发至社交平台 架起两岸诗词交流的桥梁 徐怀之表示 将继续专注于社团教学工作 争取产出更多学术成果 并以诗词吟唱为纽带 搭建两岸文化交流桥梁 我在这边就是除了感受 感知到东坡先生的精神以外 能够就是透过教育 来自于学术研究的方式 然后东坡的精神 能感染到更多的学子 或者是更多相关的民众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